家庭 家规 我好像在这里面有讲一下这个家规是什么 家规就是小时候学到的规矩 这个规矩呢 大部分是从和父母之间的这个互动关系学到了 那它一直影响着我们的观点 我们的perception behavior and believe 我们的信念 而且通常对我们的自尊心有负面的影响 你们觉得这个 你们对这个家规的看法 你们赞成吗 赞成 但是OK可能我自己在看东西的时候 我都是用一个比较批判性的角度先看看 比如说回去鞋子要放哪里啊 晚要怎么洗啊 睡觉的时候要几点起来啊 人的生命人的生活也是这些规矩 帮我们弄到生活有一个 怎么讲 让我们的生活有一个 比较organize 比较有 秩序 谢谢 比较有秩序 那我认为这个家规呢 有它存在的必要性 但是呢 是什么样的家规呢 这个 我们就要去好好的 思考一下 是什么样的家规 我上网看 我看到一个东西我很喜欢 我想把它找出来 因为我觉得它那个翻译 翻成中文的 我喜欢 它把它翻成 是有毒的家规 它讲的比较好听 我看到我可以找到 我刚刚break的时候 跟你们讲话 所以我没有准备 独性教条 它称那个叫独性教条 我把它写下来 那我觉得这个名字 比较切合是 斯蒂尔所想讲的 独性教条 这是斯蒂尔想讲的 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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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le是toxic 是有毒的 不是像那些 会让你的生活 有规矩 有规律的 它指的不是 那样子的一个 rule 那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个 rule呢 中国人常讲的 rule 这个 rule可以是写出来的 或是不成文的规定 或是 或是根本就 譬如说像刚刚松子 他常常被父亲这样子骂 他可能就学到一个 rule是什么 我有感觉我不可以乱讲 我不要乱说话 特别我不要对妹妹乱说话 否则我会被骂 这个就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是一个 是一个独性的教条 那 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教条 我们来想想看 因为我待会也可能会问你们 譬如说 饭吃完才可以离开饭桌 小孩子不可以讲话 小孩子不可以讲话 对我昨天也想翻这个 这个要怎么翻 有耳没有嘴巴 有耳没有嘴巴 我昨天也翻 可是我就觉得我这样翻不对 赶快写下来 有耳没嘴 有耳无嘴 所以就是听嘛 然后还有是 女孩是没有地位的 比如重男轻女嘛 男生永远好 然后男儿有泪不清谈 男孩子不可以哭 如果哭就是什么 弱者 所以在圣经里面 我最喜欢那个爱哭的谁 约瑟 他常常会躲到 躲到暗地里去哭泣 我觉得他像一个真男人 然后可能我们有时候会说 婚姻是恋爱的坟墓 然后什么夫妻床头吵窗外合 婚姻有吵不完的架 或是什么呢 好的夫妻不吵架 对不对 感情好怎么会吵架 然后再还有一个 我觉得也是很要命的 最近比较常被挑战的 男主外女主内 最近这几年这么不景气 这个男主外女主内 我觉得考验着很多人的 女性要兼顾家里 又要兼顾外面 那男人也觉得苦啊 他也要兼顾外面 也要兼顾 就好像我刚刚讲的 那个主管一样 所以其实这个男主外女主内 两个都还有工作的时候 还好 有一方没工作 特别是那个男的没工作 好像最近就有一个新闻 那个先生没有工作 太太跟他一言不合 结果太太被那个男的给杀了 因为 因为 那个男的说 太太说他没用 but anyway 我们不要讲这些好了 然后什么 出外靠朋友 这个我倒是有 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我爸爸呢 是一个比较没有受什么教育的 大概只有小学毕业吧 但是我爸爸是一个 很成功的商人 他常常会跟我们讲 每一个人都是一只狮子 不可以相信 老虎吧 不晓得老虎还是狮子 我老分不清楚 差不多没 就是会咬人 会咬人 所以我到美国来呢 其实我爸爸的这个东西 虽然我不信他 可是他会影响到我 对人到底要不要去信任 那因为我在台湾就信主了嘛 我来美国我就 当然找教会 我后来发现出外靠朋友 我如果没朋友 我是实在没朋友 所以这个出外靠朋友 这句话是我亲身去经历 然后我去 我去把我爸爸的话 你不要说全部抹灭 但是对我来讲 他不是出外靠朋友 不是就这样来 然后还有一个 我们也常听到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这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跟我们今天所学的 这个人要表里一致 跟上帝所说的 平安心说成实话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这个东西呢 我会觉得也有一点困难 因为特别是 如果说是有家暴 虐待儿童的情况发生 然后还有你们家里面 是怎么在分配 这个家里面的工作 这个家事的分配 家事的规则是怎么样 然后金钱的安排 是赚一块钱呢 要省一块钱 还是赚一块钱呢 花两块钱 然后假日的安排 遗嘱的分配 我这遗嘱的分配 这个是规矩吗 这个可能比较少看到 规矩 老大 因为他是老大长子 只有男孩子有 对对对对 重男轻女 不合 吵到 遗嘱 家传的分配 吵到后来真的都 那情绪的表达 情绪表达 刚刚就有人分享了 总是一直羁押羁押 到后来 唯一表达出来就是愤怒 然后表达出来的愤怒 就被人家说 生气是不对的 然后 我不晓得你们那是什么 那我会希望你们 你看我每次 我发现我自己 你们写一写 然后我又忘了 好不然你们要想一想 然后待会写一写 这算是一个课堂的 课堂的作业 那待会就交给我 对你们家里面有什么样的 问题是我们家没教堂 你想想看 你要去慢慢想想看 对一定有 一定有 如果我全 那你就写你的 好啊那你就 你就写你的那个 为什么会 会evolve 为什么会change 那你就考验你的 我只是课堂啊 你要给我long report 我也读啊 其实我也顺带一提 像我可以用你的例子吗 我觉得那个 他写了一个也蛮好的例子 他就说他们家的三角关系呢 有变 小时候他的妈妈好像是他 小孩子跟爸爸之间的一个传话者好了 I make it easy and simple 但是到了大了以后呢 这个三角dynamic变了 变成孩子是父母亲之间的一个传话者 那这个我会觉得是很自然的 也是很多家庭常常很普遍会发生的 那我会觉得我就很appreciate这样子 我很感谢这样子的分享 因为他就很清楚地讲出这个家庭的evolve 他的进展是怎么样 所以如果你马上现在想要有一个规矩是变了 那你可以写那个规矩为什么它变呢 它对你的影响又是怎么样 不只写出这个规矩是怎样 它对你的影响又是怎么样 那当然这是课堂上的分享吧 你们也不用写的太多没关系 那你要写多了我一定也看 所以其实讲到这个规矩呢 譬如说这个setire呢 它也有一个东西我觉得是很特别的 那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是蛮受用的 譬如说如果说有一个规矩 我们来写好了 男儿有泪不轻弹 是这个弹 谢谢 男儿有泪不轻弹 我们如果以这个看作是一个弱 那setire很好玩哦 setire说 setire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什么你知道吗 男儿有泪 可以轻弹 就是你把这个不轻弹 其实因为它是中翻 英翻中 英文呢 英文可能是always 总是 或是never 这个是你要 或是should 应该 男孩应该不可以哭 男孩子 永远都不可以哭 总是不可以哭 好了 我现在一分钟好了 男儿有泪不轻弹 那setire他说什么呢 可以把这些呢 变成一个 can 可以 就是男儿有泪 是可以轻弹的 是可以轻弹的 或是把它变成什么呢 sometimes 有时 是可以轻弹的 然后他后来还更specific的讲 就是说 男儿有泪 可以 就是can 可以轻弹 when 什么时候呢 很伤心的事情发生了 配偶死掉了 宠物死掉了 反正就是看到伤心的东西 就可以哭了嘛 不见得说 这个就是一个死的 弱 所以呢 setire他后来 他把这个弱呢 他说这个弱 归条呢 应该把它变成什么呢 很好 flexible 有弹性 但是他说是应该变成一个guide guide中文是怎么办啊 导引 引导 变成一个引导 而不是一个死的 没有人性的规矩 所以呢 如果一个好的 好的 如果说 这个男儿有泪不倾弹 我 中文烂 但是又喜欢看中文 他说如果你奉行不二 他都不会变的话 那当然他就会变成什么 有毒的 教条 那所以你要把它变成guide 要变成引导呢 就要有弹性 然后什么 有人性 要事实 而改变 他只不过是一个guide 但他不是一个rigid的 他不是一个 怎么样都不会变的 那这个是 Satir所讲到的 rules 所以你们 你们在写的时候 在写你们的课堂 随堂的作业 你就想你们家里的 rules是什么 一个是什么 你们家的毒性 今天或是下次吧 对你的影响 然后你希望他怎么变好了 你自己看了这个 要怎么变 它变成什么 怎么让它变成 有弹性 有人性 那我们再move on 好了 所以这个是 如果有问题吗 他讲到如果 然后我下来 我想讲什么 家庭图 family map 我好像请 请呢 谢谢吴长老 帮我们 copy了这个 我以前是中英对照 对不起 没有给你英文的 我只有中文 反正你也可以看一点 反正最主要是这个diagram it's the picture 我们现在看的这个 是这个family map 它中文反正 genogram跟family map 都翻成家庭图了 那家庭图呢 我这里 我给你们的hand out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 但我写 最基本的家庭图 有核心家庭的成员 那你们看看 你们的这一张 其实Sedir 我说过 他受过Bowen的影响 对不对 所以他的家庭图 你可以看到这个 譬如说 若名爱 这是念梅吗 对 有名字 那他也不管他是男人女人 他都是圆圈圈 那有年龄 然后这个顺序呢 是 譬如说下 这两个 一个是爸爸 一个是妈妈 对不对 然后下来的就是小孩 然后越上面的 就是越年长的 越大的小孩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譬如说这个两个结婚呢 你其实就可以 我比较喜欢用Bowen的 就写一个M Mary 是1956年结婚的 然后他在他的旁边呢 其实 对不起 我再讲一下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东西 我觉得都是属于比较 比较 比较没什么理论根据 不要说不是理论根据 就是我比较不需要 会那么多的唇舌来讲 我觉得他只不过是一个工具 所以我可能只是跟你们 go through 跟你们一起走过这个 这个 这个工具要怎么用它 然后 你们会看到他一开始 有出生嘛 这个人是哪一年出生的 那他的职业是什么 那宗教信仰 他们宗教信仰 那还有一个就是 他是哪里人 还有就是他们沟通的姿态 他的姿态是怎么样 那我记得在写博文的时候 我也有叫你们写 写给这个三个形容词嘛 对不对 他的形容词是怎样 专制的 固执己见的 然后吹毛求吃的 然后 还有没有什么爱好 那这个是 这个是博文的 family map 那你看到这个只是 nuclear family 那博文说 这只是nuclear family 怎么样 核心家庭 就是你自己的家庭 他说你也可以再弄一个 是你爸爸的家庭 再弄一个是什么 你妈妈的家庭 那我自己personally as a counselor 我觉得 如果说 那一个人 我的client 他的grandparents 对他有深远的影响 他 也对他的父母亲的 原生家庭有兴趣 我就会叫他去做 他爸爸那一边的 跟他妈妈那一边的 那否则的话 我可能 就只有这个就好了 那 他这里呢 他也有用到 博文的一些 这张图画没有 博文的again 这个表示怎么样 关系好嘛 很solid 关系很好 所以他可能 譬如说 他现在这个图是这样 对不对 那譬如说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画成这样 这关系特别好 就是这个family map 这个 他是没有男走女友 就是这个spouse 妈妈好了 妈妈跟这个腰海 最小的孩子 关系很好 然后爸爸呢 跟这个关系是怎样 这个是很wavy嘛 我们看很wavy就表示什么 conflict 这关系是很 不好的 那 讲到关系 所以博文还有一个是什么 很疏离的 对不对 这个不是 这不是cut off 这是疏离 cut off是 如果是cut off的话 譬如说是这样好了 疏离嘛 疏 dash 疏 所以 他的family map 也有 也有这样子在用 所以这个是 Satir 他用的这个 什么 family map 那再来就是 family chronological 我把它翻成 家庭年表 这个 家庭年表 这个家庭年表呢 我觉得也有几个做法 他是说 我写什么 就是按时间顺序 塑及主父母的出生 到个案目前的年龄 所发生的重大事件 那我们如果看这个 家庭年表 他就说 1917年 主父出生 然后 哪一年 外祖母又出生 然后又辍学 然后搬到西岸 对 我们今天那个 有一个学生没有来 就是他上次 给我弄他的那个 Joyce 我们应该把它 喝多起来 像他就是小留学生 对不对 这个小留学生 对 康所来讲 这个information 是significant的 我们就要问他 那 他说这个 这个家庭年表呢 也要把 比如说 比如说 2014 2001年 还是2001年 有911 或是921大地震 就是这个 历史上发生的大事 比如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 世界大战好了 可能也会有 然后他 你看他把这个 父亲高中毕业 母亲高中毕业 都写出来 然后 哪一年出生 那我会叫我的client呢 把他自己的名字 用红色的 就是用不同的颜色 要highlight嘛 否则 否则都同样的颜色 不是很那个嘛 那还有一个 我也会叫我的client呢 用一个highlighter 用一个荧光笔 或者什么笔 把对他有深远影响的 highlight起来 把它 for example 移民来美国 for example 父母亲离婚 for example 我的grandma过世 for example 我的宠物过世 因为我跟我宠物 非常非常的好 那从这个呢 我觉得这一个 可以补足什么呢 可以补足genogram的一些 你拿不到的资讯 比如说 如果是一个常常搬家的人 他在这个上面 一定会写说 他常常搬家 但是genogram你看得出来吗 看不出来 家庭图你看不出来 这个人常常搬家 但是这个family chronological的东西 你就会看到 这个人常常搬家 常常搬家对一个人 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不安定 可能没有安全感 我也曾经看过一个人呢 他常常搬家 他就跟我说 他人际关系不太好 我说 我就说你自己想 你人际关系不好的原因是什么 他说因为常常搬家 他觉得 我今天跟他建立了一个友谊 很快就又没有了 所以他觉得 why bother 为什么我要再去努力 去跟人家努力 去建立一个友谊 然后又没有了 因为每次没有 他就要上一次性 所以这个常搬家 对这个人 你要问他说 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我觉得 我学的这个 consulting也让我要小心 就是说 怎么去interpretate 你怎么去诠释一个人的东西 要很小心 因为诠释 除非你经验够多 可能你诠释的会比较贴切一点 但是如果你经验不够 你可能变成是你一个主观的判断 那这样就不太好了嘛 对不对 然后人家来找你 听了你主观的判断就不好 所以你应该要问人家 这个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由那个人的嘴巴说出来 那如果那个人 总是说不出来 你就说 我看过有这些影响 我不晓得 这个对你是不是 有任何一个对你来讲是 是make sense 所以你就可以 可以用这个 家庭生活年表 还有 对不起 你待会给我告诉我 我想跟你讨论那个 就是今天没来的那个同学 这个是家庭生活年表 然后我下一个想讲什么 the purpose of this to understand this person more 这个可以在你的assess 评估的时候 对 你在评估的时候 其实像这个genogram 家庭图跟这个什么 家庭生活年表 在你认识一个人的时候 它可以帮助你 一下子对这个人有比较的 前面的认识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就是你 所以我说 刚刚我说 如果请他highlight一些 对他影响深远的 performedly的 就是对他影响的 请他highlight起来 那或是 或是你也可以看说 原来 但是这个在genogram 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想讲的就是说 这个 这个family chronological 可以补足genogram的 的补足啦 genogram我觉得看到 好像是平面的 chronological好像看到 是一个纵向的 所以是 是不太一样的 那again 这是个good tools to use 那我再来 要看的就是这个 wheel of change wheel of influence 它叫做影响轮 这个影响轮呢 也可以有不同的做法 那当然这个 according to according to satir according tosatir呢 这个影响轮呢 如果这个人 有越多的 越多的圈圈 表示 他的怎么讲呢 他的人进网路 可能比较广 可能比较solid 如果说这个人 他的圈圈 只有一点点 可能表示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人的 他的 怎么讲呢 他的生活圈 就比较limited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个 我自己觉得有个好处 就是新移民 新移民来到美国 我真的是有看到 有一些人 他们就是学校 家里 那没有什么networking 他没有什么 网络 人与人之间的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关系 那这样子的家呢 最好 这样子家 我觉得就比较 high risk 高危险 高危险 因为如果一旦 遇到什么事情 没有 没有支持网路嘛 嗯 那 那你 他的这个 wheel of influence 你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什么 我在中间 然后 从 我这里面是不是有写 影响轮 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 特别是童年和青少年时期 影响各岸生命的人 所以他注重的是 童年跟青少年时期 那 有谁影响呢 你会发现 他这里除了原生家庭 nuclear family nuclear family 核心家庭以外 他可能还会包括 extended family 像你的grandparents 你的外婆啊 祖父母啊 然后他这里甚至 也有讲到了 你的宠物 你的宠物 或是甚至于 你的 你的玩偶 像有一些小孩 我不晓得你们听 像那个 谁啊 他的security blanket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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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ooby啊 里面不是有个小女生 老是要拿的一个 这个 这个不是在考通影片 才有的哦 真的在 在生活中 有很多小孩子 到了念大学的时候 对他要把他的 那个小毯子带着 或是他的小 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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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那这个 小枕头 不能洗 哈哈哈哈 哈哈 有人问说 为什么 这是什么 其实我不觉得 这有什么不好 我不觉得 这有什么不好 那 for some reason 这些人 从这 这些 object 这些 object 物质 物品里面 得到一些 安慰 得到一些安全感 或者甚至于 一个 imagination 一个 想象力 基本上 是没有什么 不好的 那 但是 基本上 这些东西 也都会 会慢慢的 fade away 是会 不会一直 娶老婆以后 娶老婆以后 结婚以后 然后你看 他的这个 这个 influence 你会发现 他有的 有的线 特别的粗 对不对 特别粗的线 也表示说 这个关系 比较solid 比较strong 对 关系特别好 那 那你也会发现 他旁边 也是有 三个形容词 譬如说 他在朋友 那里有三个形容词 善良的 reserve OK 然后有创造力的 creative 那他就说 你给每一个人 三个形容词 然后你看到 他旁边 有一个plus 和negative 有一个加 一个减 加表示是 这个是一个好的 减的表示是不好的 每一个都要 对 每一个都要 他只是给你 一个example 这样 所以这个 again 这个wheel of influence 这个影响轮呢 也是在 一开始的时候 可以做一个assessment 那 again 我会说 Settier的东西呢 很活 他有很多 很多 就是你手 可以去摸得到的东西 然后 他也会去 他不是 都是你脑筋想象的 你是可以去感受到的 那 这是他一个 很不一样的 很不一样的地方 那 最后呢 我再来看这个 你们来看这个 这个叫做 自我环 自我环 他的英文是 self mandala 我对这个东西呢 有一些看法 那我也觉得说 因为我们是基督徒 我也有责任 要给你们交代清楚 在我 说真的 没有教这堂课之前呢 我觉得这个self mandala 没什么不好 因为中国人讲的 圆圆满满的嘛 对不对 然后还有 中国人讲的阴阳嘛 虽然说我们是基督徒 但是我觉得这个阴阳 中国人的学问也满 阴阳要调和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 圆的东西没什么不好 但是呢 我真的去 因为要教这种课 我就去看一下 这个mandala呢 它呢 其实源自于 印度教跟佛教 那他们 就是他们也是一个 圆圆的东西 然后中间是 中间那个就是一个center 那所以 怎么讲呢 我们在用这个的时候呢 我们当然就 就要小心 我们就要小心 那怎么个小心法呢 我想我们没有牵扯 任何的印度教 或是佛教 你把它想成是 中国人的圆满嘛 那 Satir他讲到这个mandala呢 他其实讲到 讲到 我怎么给你们解释 一个全人关怀的理念 也就是 人呢 有八个环 这八个环呢 代表人可以使用的 一个resources 这八个 八个ring 代表人 你可以使用的resources 你可以使用的 资源呢 有这么多 那我们就 我们就来看看 其实 当然我这个是 Satir原本的 他写的书 那 这个顺序也就跟着 Satir的原本的顺序 你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我隐蔭的 给你们的 不是我自己画 因为我也画不出来 但是如果你上网看 你会发现 很多人的这些顺序 是会变的 那至于 这个顺序 变不变 我不晓得 会不会 make any difference I don't know 但是 我现在看的 就从最内环里面 来开始看 他所谓的 生理的 英文是physical physical就是 我们身体 有不同的parts 你觉得会有差别 所以你觉得右边 什么生理理智 情绪感官呢 是在 within的 是在里面的 然后灵性 情境 营养 互动 那个是在外面的 形而上的 摸不着的 灵性 其实灵性也 算是我们很inner的 一个being 我们本来就跟Satir 不管怎么讲 这是 巧温的一个 新的看法 That's how she makes sense 我们respect她的看法 或许我应该去做更多的study 但是我不晓得 只是我跟你们讲 如果你上网看 这个顺序是有不太一样的 那 生理的就是 physical 就是我们身体 有不同的部分 我们可以去 去感受到 譬如说你的眼睛 你的身体 那她认为说 这为什么会是我们的资源呢 的确在我的client里面 在我的 在我的案 个案里面呢 那些小时候被性侵过的 我看过一个 一个个案 她小时候被性侵 被她的爸爸跟大伯 那她就觉得 她自己很肮脏 她觉得她的身体 是很肮脏的 那呢 她就希望人家 不要注意她 她就把她自己吃得很胖 因为她觉得她这样就很丑嘛 人家就不会喜欢她 人家就 也不会伤害她 所以这也是一个防卫机制 那她自己 并不知道说 因为这种痛 痛到她已经 已经没有办法去面对了 然后一直到她 大概teenager的时候 十三十四岁的时候 她说她有一次看 那个电视的节目 不晓得讲到什么 她才过去的这些回忆 就突然间就回来了 那她就不能接受 她就开始自杀 很可怜 那 所以 对Sethier来讲呢 我们身体呢 其实是 是你要去爱护保护的 身体 中国人说什么 身体法夫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笑之食言 基督徒说什么 身体是圣灵的电 所以我们 我们的身体 是要好好的去 去protect她的 去好好照顾她的 那她再来讲的是一个理智 理智是intellectual 就是你的thinking 你的思想 你有能力去 去处理一个东西 去organize 去把东西放得 整整齐齐的 然后你可以去使用 你的逻辑 你可以去使用 你的creativity 你的创造力 或是我们讲的感官 怎么讲 感官应该是属于physical part 就是你可以去做决定 这是理智的部分 所以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 那个冰山的理论 其实Sethier也是要 empower 让她的暗主看到 你不只可以这样想 你还可以有很多 不同的想法 当你知道有不同的想法的时候 你就可以做选择 所以这个有牵扯到你的 你的理性的部分 然后再来就是情绪 情绪 我想这个就 就不用多说了嘛 情绪 然后感官 emotional 感官是什么 sens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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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something you can touch something you can smell something you can see 声音 他的physical 他讲的是physical part 你的body 那这里是去感觉 那这里是去感觉 well that's how she distinguished 这个 这个感官呢 我们如果再回去 刚刚的 ice 那个冰山理论 你怎么perceive 你怎么看这个世界 每个人不一样 那 那个就要用你 耳朵去看 眼 不 耳朵去看 耳朵去听 眼睛去看 然后身体去感觉 就好像我刚刚举的例子说 那些小孩子在摸那些东西 他要用他的身体去感觉 这些东西 这是感官的 那互动的呢 他的英文是 怎么觉得 互动的 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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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 一个relationship的一个关系 人际关系 socialization 你的 社会化的过程 反正就是你跟其他人的一个关系 然后再来互动 再来是什么 营养的 nutritional 我们都知道就是 你吃东西的营养 我们现在不是说 一天要吃 rainbow color的食物吗 吃彩虹颜色的食物吗 然后现在这几年 特别是这几年 这几年也把很多东西 you are what you eat 你就是你所吃的 然后也有很多人说 这个什么add 什么好动儿 或是自闭症 跟食物有关系 所以 这就是这几年的趋势 那斯蒂尔你看 他那时候已经是 算是比较早期的 他有把这个放进去 营养的 然后大概是情境的 情境的可能大家比较难去 他是用情境 contextual C-O-N-T-E-X-T-U-A-L 其实 我会觉得 这个是 对我来讲 对我来讲 不要说对你们来讲 对我来讲 有点绕舍 其实就是environmental 环境的 环境的 比如说环境的 你现在环境 这里的灯光是怎么样 有没有很吵杂 这个space是很小 就是它的空间很小 它的颜色是怎么样 然后你在这个房间 它的温度是怎么样 那他就 所以他就讲到说 我们常常也要 可以鼓励我们的 暗主去 美化它的环境 去接触大自然 那 有的时候 特别是在湾区 我们常常会 有一些个案 你会发现 他们家呢 可能是将近十个人 住在 two bedroom apartment 住在两个房间的apartment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 特别是 墨西哥人 这个非常的 非常的多 对不对 就是一 一大家子的人 就住在 two bedroom apartment or one bedroom apartment 或是你可以想象 你可以想象 那种 那种关系 那种 我自己是很难想象的 或是 有些人呢 像我说真的 我这把年纪 我也很怕跟人家住 可是有些人呢 他住的地方 他会把它分租出去 我甚至于听说 连客厅都分租出去 就是拉一个帘子这样 那为什么呢 可以负担那个 房租 房贷 房贷 Mortgage 房贷 那 所以这个 如果说 我们也可以把它 也可以看到这个人 是怎么样 他的 他的基督环境 那再来 灵性就是 Spiritual 那对我们 基督徒 我想这个一点都不 陌生嘛 对不对 我们跟我们 造天地的 上帝 我们有没有一个 Connection 灵性上的Connection 那 对 对这个 Sedir来讲说 这八个呢 Again 他也可以是一个 Assessment 评估 你来评估 你的案组 他 他这个八个资源 是怎么样 是 是缺乏呢 还是根本就 Underdeveloped 根本就没有去发展 他这八个资源 那你评估了以后呢 你可以 他也可以变成是一个 治疗的方法 一个 一个 Intervention 一个治疗的方案 譬如说 这一个人 他是一个 我们刚刚用那个 Eyespert 他 就 就用松子来做 做个 做个 例子好了 他虽然去感受到 但是他可不可以去感受 他所感受的 不可以 那我们就要帮助他去 去 去get in touch with 他的feeling 帮助他去感受 他所可以感受的 然后你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理智 跟情绪 有时候又好像是背道而驰的 他们好像是 一个是thinking 一个是feeling 好像两个是 又是没有关系的 有时候 那我们又要怎么去 去把他们integrate 那Satir呢 我也要讲一下 Satir 因为他在用这个东西 除了是 我自己参加过一次 他们是用 有不同的方法 有人是用picture 就是你把你的 自己的照片 然后你用八个环 你把它 用好像collage 把它贴 好像剪贴 现在的collage 然后你把它 就是分成这八个部分 你自己把你的照片整理一下 然后分成八个部分 然后把它贴一贴 贴在也是mondala的方式 圆的方式 然后大家来分享 这好像一个group group dynamic的一个方式 那还有一种方式呢 真的就是paper collage 就是小组长 facilitator 我们去准备了很多很多的pre-cut 已经剪好的纸 圆圈圈 然后呢 我们去准备很多的magazine 杂志 我们带了很多的杂志来 然后就叫 在座的这些group member 你们去把你们的杂志撕一撕 然后去找 either是picture或是字 跟对 譬如说我们现在是灵性的 你就把它贴上去 然后对大家做一些介绍 那这个是我经历过的 用这个mondala的方式 但是sertier的方式呢 又更特别了 他的方式呢 我都 我没有亲身看过 亲眼看过 我都不晓得我 可不可以去明白 他在讲什么 我看书上写呢 他是说他 他在个案的腰上呢 绑了一条绳子 然后呢 这总共有八个部分嘛 对不对 所以就等于是 有八个人 我自己 然后有八个人 在我的四周 他们也腰上 绑了一条绳子 跟我的这条绳子是 等于 譬如说 你的腰上的绳子 我在control 那 所以这八条绳子呢 他们是 是可以 怎么讲呢 会让案主 有更深切的 这种 怎么讲呢 控制 其实sertier是想跟他讲说 你是在center的 你可以控制 但是 譬如说 理性可能 可能没有在 it's not working 譬如说 for example 如果这一个人 他是一个健康的人 这八个应该都有在 都有在动 所以他就叫 这八个人呢 譬如说就 顺时中的转 那这样都还好嘛 对不对 都还有动 但是如果说 有一个人不动了 那这个东西就不顺了嘛 那你如果是在 我在中间 你就会感受到 有tension 会有 对 就会有 就会有 拉力 所以sertier的东西 是again 很experential的 所以这个是sertier 用这个 自我 环 这用Mondela OK 好